子凌开麦 今天在节目这边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是从2000年开始 台湾世界早安会每年在岁末举办红包传爱的活动 号召民众还有企业可以发挥爱心捐款 缩短弱势孩子起跑点的不同 也可以陪伴弱势家庭度过困境难关安心过年 有勇气可以发展未来助学健康平安 还有希望四项红包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 就是要来邀请到台湾世界展望会的 南区办事处黄美珍主任 还有高雄市大辽区永芳国小的黄美会校长 那我就来谈谈红包传爱 让孩子成为更好的大人 现在就先请美珍主任跟大家来问候一下 好紫玲好 还有以及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湾世界展望会黄美珍 很高兴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展望会的事工 是另外呢 是大辽区的永芳国小的黄美会校长 校长好 好紫玲还有美珍主任 还有各位伙伴大家好 那我是永芳国小校长黄美会 是那我们首先请美珍主任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台湾世界展望会在服务国内的孩童 面临到什么样的困境 我想在我们最近应该说这近十年来 我们的物价一直不断的上涨 那以至于我们在台湾的孩子 特别是展望会所帮助的弱势的孩子 那我们在全省各地大概有四万四千名的孩子 是接受展望会帮助 那这些家庭呢 都来自于比较弱势的家庭 可能他们的经济收入 大概不在政府的低收入里面 比方说我们高雄市是在 一万四千四百一十九元 这样的收入 一个人的收入里面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这样的孩子真的是非常的需要 特别是在家庭弱势 或是说父母亲有一方生病 住院这样的家庭里面 他们在这个部分上 就可能在求学的时候 就是需要有所选择 那甚至有一些可能需要放弃 或是要去打工 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也早晚会也发觉到说 这个部分特别是在青少年的时代 他需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求学的观念 或是正确的家庭观念 这些东西 但是在这当中 他们因为为了三餐而在努力 他们可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打工 或是花很多的时间 去处理家里的事 要照顾弟弟妹妹 照顾阿公阿嬷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一次 他没有办法全心的在读书的部分上 那这部分是我们觉得 是家庭最需要的 那还有就是因为弱势的关系 孩子一直都没有信心 他可能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就是会比较担心 或是比较没有勇气去面对他前面的困难 那在这当中我觉得展望会最重要的 就是要帮助这一群孩子 能够在这个家庭里面走出家庭 也帮助他们家庭能够破除这些贫穷 还是有信心能够走出这一趟 他们要走的道路上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目前在台湾的展望会所帮助的孩子这些困境 那台湾世界展望会怎么样可以给予国内经济弱势的这些孩童一些帮助呢 我们目前给孩子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社工园的陪伴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物资 但物资很重要 物资也是我们的帮助之一 那我们可能我们每年都会有助学金 就是上下学期 一个孩子7500 这样 那一年就是15000 那我们也会给孩子的物资 比方说他在学期开始的时候 他需要一些文具 我们展望会会帮助就是提供一些文具 那甚至有些课业辅导啊 或是说他们在植牙上有需要更好的植牙的规划 那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会请一些规划师 或是说一些讲师来帮忙他们怎么去规划 像我们最近就有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 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啊 他们现在面临要要开始要找工作了 好那我们就开始安排 比方说你去面试的时候 说你应该注意你的仪容啊 可能稍微的一个简单的 就是装扮一下自己 或是穿着啦 这些或法型稍微怎么去辨识 这个部分我们就有请一些讲师来 帮助这些青少年 他面对开始要去做面试的时候 他怎么去学理律表 这些也都是我们目前在帮助的部分 那展望会目前是在推一个 就是叫做红包传爱 那红包传爱就是帮助我们透过助学金 帮助孩子能够继续上学 那我们也透过家庭的需要 特殊的需要 那我们也做一些急难救助的部分 那我们也看到家庭他们的需要 可能父母先需要一些就业的机会 那我们也开始做一些生计的帮助 比方说他们家庭可能需要养鸡 或是说种植一些农作物 或是养一些锅牛 这些都是我们在做培植上 他们的专业的部分 让父母亲能够有能力自己去赚钱 我们一直强调说 给他与步如叫他如何捕鱼 所以那只钓竿是很重要 我们学习让他们能够做一些捕鱼的工作 那我刚才有提到说陪伴这个部分 那我们知道若是家庭的孩子 他的自信心比较少 那可能他在家庭的陪伴里面 可能比较不足 因为父母亲为了工作为了三餐 可能努力在打拼他的工作 或是说他们是隔代教养 那阿公阿嬷可能对孩子 未来也没有太大的想法 或是可以跟孩子一起讨论的 但是这时候我们的社工园的角度 他就是会去帮助孩子 去分析他的状况 那协助他走一个 他比较能够觉得是对的方向 让他往前走 而且他不会觉得说 我在这过程里面好像 没有人是我的朋友 我们的社工也会当成是他朋友 或是他老师这样 就跟他一起来谈 未来他未来可以走的方向 也帮助他可能 目前在短时间的功课上有一些困难 我们也可以帮助他 这是我觉得展望会比较不一样 就是能够陪伴这个过程 是 好 那么永芳国小这边 就是什么样的一些契机 跟世界展望会来合作呢 可不可以请美会校长也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好 其实应该说我们几年前接到市长会的邀请 他就提到说他们其实是可以有专员到学校来 针对一些议题像是儿童保护 所支援 人道救援 这些对孩子来说感觉很熟悉 但是又有好像有点陌生的议题 就是说专门来跟孩子聊一聊 让孩子有多一点的想法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 所以我们也就邀约了有兴趣的老师 带着班级的学生 那一起就是来听听展望会的专员 怎么来带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在介绍这些议题的同时 其实展望会也会去将 他正在关怀的一些事项 也就将这样的活动传达给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的孩子通过这样的课程 其实在配合展望会 在不同时期里面 他会有一些不同的活动 那也间接就促成了我们的全校 孩子们在参与展望会的活动 就自然而然就接轨上了 是 那么师生们 在参加这个世界展望会的公益活动 梅慧校长觉得最直接的帮助是什么呢 应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 那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最直接 就是我们其实学校也有 市展会所任养的儿童 那这个其实是最直接 就是在这样的合作关系里面 我们其实是一个 应该说我们是师与兽的相对者 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在付出的同时 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个案的家庭 是需要市展会一起来 共同努力协助 所以当然这就是有直接的帮助 那第二个部分 其实是在一般的孩子里面 其实这样一个活动啊 他最让孩子直接就是 他是一种爱跟关怀的具体实践 也就是说以我们未来要一起合作 这个红包传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啊 其实孩子他最直接就是 他看到了一个他好像容易可以直接付诸实行 那他回家可能还要去跟爸爸妈妈一起讨论 就是正在他们的角度跟立场上 那这个活动代表了什么 那接着他有可能爸爸妈妈给了一半 或者是他们自己拿出自己的领用钱 也一起来投注 那这样的活动其实应该说 在现今的孩子的一个成长历程中 也许家里面的孩子都生的少 那他比较没有机会 有一些直接商认为他可以去帮助或协助 那因为透过这样的活动 反而让孩子比较容易感受到 就是原来他也可以有力量 有这个能力 那用他的方式跟世界 也许最近的就在台湾的某一个县市 那远的可能就在国外各地里面 那原来他也有机会跟 同一个时空里面不同的孩子 那产生关联 那甚至是互相帮忙 那像我们就告诉他 也许未来这个孩子 因为我们的共同支柱他长大了 那有机会他成为哪一个国家 有能力的大人 然后他回来在跟台湾交流的时候 他就会想起 台湾曾经给他这样的一份帮助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孩子也展现了 怎么去跨越爱别人的这件事 那我在想 这个是我们一起参与展望会活动 过程中最直接的一些帮助 所以就是永芳国小这边也有小朋友自己去做这样子任养的活动 应该说我们就会搭配展望会的一些活动 就是说现在有的活动 那这样的活动其实我们的小朋友都在国小 所以基本上他没有这么大的经济能力是可以协助 所以像我们就有小朋友直接带他的存钱筒来数钱 就会类似这样子 就我们会给他一些指引就是说跟他讨论 在他现在这个年纪他能做什么 那更重要是他有影响力啊 他可以影响他的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甚至提早要到他的生日的礼金 他愿意把生日礼金捐出来 去帮助另外一个国家的小孩子 所以我们小朋友最可爱 他就是会带着 我们就有看过小朋友直接带存钱筒来 所以有时候这样的动作应该说 在现在的小型家庭里面 小型的小家庭 他其实不太有机会 因为他永远都是得到的那一个 那其实从小如果他学会 不论金额的多少 他是付出的那一个 那得到这种正向的回馈 其实你就发现 他愿意付出他的爱跟关怀 是从小就开始学习 那他也会发现 任何人不论年纪 他其实都可以付出 他不同的心意 那展现的不只是台湾这个国家 他其实是可以跟世界各国 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一个点 也许在那个角落里面 市场会也会放影片给我们看 孩子们他会有感觉说 这个就是他正在努力帮助 然后跟他一起共同成长的孩子 好那听众朋友 可以怎么样去帮助 这些弱势的孩子 是不是请美珍主任 也把一些方法来告诉大家呢 好我想我要先回应一下 那个刚才美会校长分享的这个案子 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在各个学校 或是企业或是团体在推广这个部分 我觉得孩子真的是有感的 那我现在要分享一个故事是 一个在台中我们帮助的孩子 但是他来南部读书 他说他从小的时候 他就是被帮 但是他被帮就是他的爸妈都很忙 每次都把他就放到家里 他都没有没有外出的机会 所以他唯一外出的机会就是参加展望会的活动 他说既然我爸妈没有空 那展望会有办活动 你就把孩子带到展望会那边去参理活动 他说他的想法里面就是 以前他觉得他父母不爱他 就展望会爱他 因为他就参加展望会的活动 所以他等他他读大学 他现在目前读大二 他就来到屏東读书的时候 他觉得他想起他以前小时候 展望会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怎么帮助他 他就他开始就回馈了 他就来展望会当志工 他在当志工 他就跟着我们的那个阅读车 那阅读车就是开始说故事给孩子听 他觉得他就想起说 以前别人怎么对我 我现在怎么回馈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从小扎根 在这个部分 不管是被帮助或是要帮助人的 也是从小扎根 那我觉得刚才听到美会校长的那个分享 我觉得我还蛮有感动 就是想到这个故事 那我这边来提到就是我们可以帮助的部分 那今年就是我们从12月开始推红包 传爱这个活动 那红包有四种红包 刚才子玲也有提到这四种红包 第一个主学 那不外乎就是让孩子读书 只要是让孩子能够稳定的就学 他的学习的路程就不会中断 我觉得这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 第二个是健康红包 那我们在健康红包是让孩子每一个人都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有做辅助金 就是营养辅助这个部分 那孩子那特别是在学林前的孩子 他营养不良的话 可能对于他的成长都有影响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上有特别做营养辅助的部分 那过来是平安红包 我们知道家庭临时都有很多的状况 可能生病啊 或是需要索困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他在一个家庭能够快一点回到正轨 让他生病也能够得到医治 那就是这个部分说我们有一个平安红包 那最后一个红包叫希望红包 希望红包是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教导 这些我们的父母有一技之长 那他们在这一技之长里面能够学习自主 能够自己能够种植一些东西 而且还有余力去卖 让他们慢慢的家庭走向自立 这个部分 这就是展望会的四种红包 叫做助学 健康 平安跟希望 这四个红包 好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这边 真的是听了感动的这些故事 看到孩子他们就是很纯真 然后小时候接受帮忙 当他有能力的时候 他也觉得他可以再去帮助其他的人 就觉得是一个善的循环 好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 邀请到台湾世界展望会 南区办事处的黄美珍主任 还有高雄大辽永芳国小的 王美会校长 就是来介绍台湾世界展望会 目前在这个开学之际 希望大家一起来响应的 红包传爱让孩子成为更好的大人 那相关的这个 就是可以跟我们台湾世界展望会的 南区办事处这边来做一个联系 可以有这个四个红包 助学 健康 平安 希望 带给我们孩子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成为更好的大人 那今天我们就谢谢美珍主任 还有美会校长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拜拜